台中的太平有機會 已經連續16年 每一年在古代 今天是誰都會在整理這天 回來老廚團圓 今年台有六百多人 半六十多年 年紀最大的太早 已經九十六歲 和最小時候才出席 老大人發紅包 是發得出真心 也不夠是真開心 收朋友站好後 當台唸紅包 不過要唸紅包進展 就要先向中部的百年 公吉相話 給他坐 親一下 你要親一下 親一下 阿嬤是笑得真開心 紅包進展看了幾個 雖然孫仔的名字 太半天是想不起來 不過看了一家團圓 九十六歲的太早還是最開心 這沒辦法算 你如果自己的錢 我就有辦法 那那我沒辦法好 對啦 另外一頭中破甩是非常無形 一名準備一刀 一名準備一天的菜市 台中太平五代通堂的 中心這幾歲 當年齊子都回到太平老家 一家團圓 當年人數都創新高 今年算上的 大約就超過六百多人 就整個老家 接到媽媽 對他們吃飯也要辦 六十多多 大家倫流分配吃 家族當年這天的港度吃團圓飯 相當開心和感動 這年大規模的回娘家 中心家族已經是第十六年 不然回娘家的人數可以說最多 最重要的太早到最小的時候 你會差到要幾歲去 但你這個時候家人團圓 他說就算再無形 也要保持這樣傳統和中民 還可以一代一代的演繞下去 記者 台中總共報道